捷运环状县第一阶段即将在今年底完工 新北市市长朱立伦日前前往了大平民站 视察工程进度及列车运转 他表示环状县串联了新店、中河、板桥及新庄等人口密集区域 预计在民国108年通车营运 到时候可以大幅缩减通勤时间 捷运环状县第一阶段即将在年底完工 新北市市长朱立伦日前来到大平民站 视察工程进度与列车运转情况 朱立伦市长表示环状县第一阶段行进新店 中河、板桥及新庄四个人口密集的行政区 通过初刊及旅刊后预计108年可通车营运 将可大幅缩短通勤时间并且带动周边发展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来针对于大家期待已久的 环状县第一期工程来试成 因为它即将要完工 那接下来进行相关的初刊跟旅刊之后 就可以正式营运 那对于所有的捷运组来讲通车组来讲 可以大幅度的缩减它通车的时间 朱立伦市长进一步指出 环状县采中运量设计 主要发挥区间连结的功能 连结了七条捷运路线 全线进度已经达到95.75% 通车后由大平民站到四个主要转程站 可节省8到20分钟 增进通勤效能 它是一个区间的连结的一个观念 它用中运量的一个连结把原来的主要的几条路线连结在一起 所以它的设计也非常的美 那站区也直接跟这个捷运 其他的捷运连结在一起 所以我想它的将来可以发挥的通勤效果非常的高 环状县站区设计以黄色为主视觉 十分精美 大平民站也与松山新店县月台之间相连 提供乘客便利舒适的转程空间 明年正式通车营运后 相信将可造福大台北地区所有市民 记者张芳琪杨邦友新店采访报导 明年正式通车营运